未来边境逐步开放 曾经在国外确诊新冠肺炎的民众 出入境后又检验出阳性的状况 可能会越来越多 指挥中心如何因应 最新消息带你一块来关心 那今年的1月 极有鼻塞的症状 1月6号在当地确诊 Combinating Hold 那在住处隔离至2月19日 那期间曾分别于1月16 1月18、2月8号、2月17 进行裁剪结果都阴性 那他是跟友人是在2月21号 一同返台 那入境后 至防疫旅馆检疫 期间都没有症状 那个案在3月8号检疫期满 那因工作需要同日至 医院自备裁剪 那经于 病于今日确诊 那他的CC值是34 那血经抗体 Igm阴性 IgG是阳性 所以目前已经 掌握他的同行 反台友人1人 那列为自无这样管理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977个确诊病例 那还有35人在住院隔离当中 好 那我们再来就先请郭主任 先报告一下 就是上周的国内外疫情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那接下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上周的国内外疫情 那在重点的部分 那上周是有出现 我们今年首例的这个伤寒的病例 那他也是一例本土的病例 那另外的话 就是目前腹泻的群居疫情 还是在相对的高点 好 那首先我们看的这个 伤寒的本土病例 他是一个居住在 中部地区的一个十多岁的女性 那是没有出国史 那在2月2号的时候 出现了相关的症状 然后经过多次的就医 然后住院进行裁检 然后检出伤寒感菌的阳性 那目前个案还在住院当中 那他的接触者的话 没有疑似的症状 那这个感染源的话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那我们从2017年到目前为止 一共累计 大概这5年 大概累计了这个本土的病例 大概有19例 那境外移入的个案 大概有46例 那境外移入的个案 他感染的国家 还是以我们邻近的 这个亚洲国家为多 那再来我们看的是 腹泻的疫情 那这个是腹泻的群聚 的通报的疫情 那在上一周的话 是有较前一周略微的上升 那近期主要的减出 的病原体还是以诺罗病毒为主 那在腹泻的急诊 就诊病例百分比 还有就诊人次 在上一周都有较前一周略微的上升 那在门急诊的就诊人次的话 大概跟前一周是呈现持平 所以目前整体来看的话 国内的这个腹泻疫情 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高点 那另外我们比较关注的 就是肠病毒的疫情 因为在从过去的监测 资料来看的话 大概每年的3 4月开始 这个肠病毒的疫情 会慢慢的上升 那不过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目前国内肠病毒的疫情 还是在一个平稳 相对的一个低点 那在近期的这个肠病毒 社区的监测来看的话 主要减出的病毒 还是以克沙奇A型病毒为主 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疫情的预测 在这个腹泻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预期腹泻的疫情 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那特别就是因为 最近国内的水情比较吃紧 那在部分的县市 也有出现这个减压 或者是减量供水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 就是对于肠病毒 还有一些肠胃道疾病的一些 的防治 就是还是要秉持这个用水 是当用则用 当审则审的观念 那特别的话 就是如果 在这个民众如果要储水的话 那也要记得在储水容器上面要加盖 而且每一周要定期的去清洗储水容器的内部 避免避美稳的滋生 好 那以上报告 好 那有关我们今天还有发两份的新闻稿 那一个是就是有关 就是国内水情严峻 那民众因落实手部卫生级流液储水的方式的部分 那还有我们有出现首例的本土伤寒病例的部分 那这个请林永钦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些卫教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那这边针对这个我们今年出现的首例伤寒本土病例 针对这个伤寒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些补充和卫教 那伤寒的话 它的致病原始一种细菌 就是我们说的伤寒感菌 那最主要的这个传染途径 还是这个吃入或者是喝到就是被这个伤寒感菌所污染的食物或水 它的潜伏期是平均是八到十四天 不过它再短的话可能三天 可是长的话有可能长达六十天 也就是说吃到或喝到被污染的食物或水的话 可能最长的大概就是在一两个礼拜会发病 那这个发病的这个典型的症状 是包括像这个病病患也有的就是高烧不退 持续性的高烧 那另外还有头痛 食欲不振 腹痛 腹泻 那虽然有些虽然我们提到腹泻 可是有些病人他是以便秘的这个症状 出现了 所以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如果 没有他其实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 他是可以是用抗生素治疗可以大概 平均大概一到两个礼拜的抗生素 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不过如果没有及时的用抗生素治疗的话 那有可能的并发症是小肠的 出血或穿孔 那严重的话这个致死率如果没有用抗 症素治疗的话致死率可以高达一成 百分之十 那如果有经过这个抗症素治疗的话死亡率 可以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所以这个 及时的这个诊断治疗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在这个预防方式呢 当然刚刚提到就是说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就是因为吃到或喝到被污染的食物或水 所以最重要的这个 防治的方式就是食物就是尽量要充分的煮熟 那尽量不要吃生食 那在水的部分呢 如果是要饮用的水的话呢 一定要先煮沸过再使用 或者是用这个瓶砖的矿泉水 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因为他 会从这个变这个粪便中排出 所以在这个饭前或变后呢 就是一定要用肥皂的彻底的洗手 才可以有效的阻断 这个伤寒的这个传染 那在这个缺水的部分 大家可以知道说因为缺水的话 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这个传染病啊 可能是经过接触传染的 或者是吃到这个刚刚提到这种就是 就是 摸到这个被污染的这个物体表面 然后在经过自己的口啊 这边的所传染的 所以洗手是一个预防传染病很 很重要的一个预防的方式 那不过在缺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洗手 在新闻稿里面有提到三种状况 第一种就是说如果还有水的话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 尽量就是不需要用水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用 像是说在搓楼首部的时候 可以先关掉水龙头 那也不要用到太多的肥皂或清洁剂 只要就是可以这个量可以到这个 搓楼的时候可以起泡泡就够了 那如果是没有自来水 那可是是有一些储水的话呢 可以像我们新闻稿里面提到这个泡制 百分之泡制这个3到5 ppm的含氯的漂白水 那泡的方法可是我们这边有提供三种 那最主要的话就是用这个家里含有这个含氯的 漂白水去做稀释 那可以看到这个第二个大量配置的话 那他是用1cc的含氯漂白水 然后直接泡在10公升的清水里面 不过可能大家在家里或许没有要 一次要用到这么多的漂白水 没有要用到这个这么多的10公升的 这个稀释漂白水 所以可以用第一个或第三种做法就是分两阶段的稀释 现在大家比较好记得就是像第一个简易工具 炮制的话配置的话呢 就是用家里可以用的这个汤匙 用1汤匙加上1瓶 保特瓶的量的水 这样稀释过一次之后呢 再从稀释过的这个含氯的这个稀释漂白水 再取出2池 再配4瓶的保特瓶 这样子两阶段这个稀释就可以让这个含氯 漂白水的浓度到3-5ppm 或者像第三个这个少量配置的话呢 他就说如果你可以去量这个1cc的漂白水的话呢 先加到100cc的清水 再从里面取10cc再泡 1公升的清水 也是用两阶段这个方式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3-5ppm的话就可以用来做 手部的这个清洗 那洗的方式呢就是在搓揉 就是用一些这个3-5ppm的漂白水去 搓揉双手之后 再冲洗 再用漂白水冲洗 然后再来再用清水冲洗 这样子呢 其实是可以达到就用少量的水去 去达到这个清洁的效果 可是如果连这个清水都很少的话 那如果手也没有明显的张目的话 也是可以用这个75%的这个酒精 或者是干洗手来清洁双手 那可是这边还是要提醒呢 就是针对一些病毒啊 像是诺柔病毒跟肠病毒 他其实因为没有外套膜 所以对这个酒精的这个抵抗力 其实是就是比较难用酒精来做这个 清洁消毒的功效 所以对这方面呢尽量还是 没有办法用酒精性的干洗手 没有办法取代 一般的用肥皂的洗手 所以针对这个诺柔病毒跟肠病毒呢 还是建议是可以用肥皂 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西式漂白水 来做手部的清洁消毒 那才可以减少这方面的传染 以上补充 好 另外媒体可能在报导就是昨天有越南 一位这个台湾的民众 在 四十多岁 他是在3月7号被裁剪阳性的部分 我来做个说明 那这位是台湾民众 在1月8号返台 2月22号又去越南 那他在去越南之前 在2月18号 有先在台湾的医院 检测核酸 检测是阴性 那2月22号入境越南的时候 当日 裁剪也是阴性 不过到3月7号才裁剪为阳性 那所以这个有关 这跟上次 上一例的个案是蛮类似的 所以至少在 他在2月 就是在出境前跟入境的时候 都是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那另外 他在台湾的部分 目前知道他有同住家人 有两位 另外他可能还有跟一些亲 亲友做 餐序 这些我们都会后续 会去列为接触者 然后来做裁剪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继续来做 追踪跟裁剪 那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请 喂 拜托好 中国时报记者提问 不好意思 是这样子 大陆外交部推出的那个国际旅行健康证明APP 昨天已经正式上线 那这份证明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大陆版的护照 疫苗护照 那两岸的往来非常密切 大批台湾人在大陆工作就学生活 所以我们其实很想知道蔡政府对于这份文件态度什么 那最近其实已经有同意的问过部长 那部长的回答其实不是很好懂 那感觉像我们也知道就是不承认 那当中如果有什么政治考量是不是指挥中心今天能够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有关这个部分就是国际旅游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标准 我们现在都有在做研究 像这个国际的旅游协会的IATA 他们也有另外一套标准 那还有一些电脑公司也有另外一套标准 那现在中国这边也很有企图心的有推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标准 那台湾的部分我们当然都会在针对目前的各项标准都来做做研究 那首先也都要去了解他们的规格 还有一些认证的机制 那这个部分要再做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够回复 好 还没什么问题 发言人好 想请问一下 昨天有境外移入总有 有四例是在同个班级上面 那现在想要请问一下指挥中心有没有 去分析他们的病毒株 可能是来自比如说英国还是巴西 还是他们是在航空器上面感染的 然后另外还想要问有关于AZ疫苗的价格的问题 因为今天部长是说 昨天他也有讲说其实这是有 是事关机密 所以是不能公布价格 但是好像有立委就质疑说 是不是因为买贵了所以才不讲 谢谢 昨天有四个在同班级 不过 据我所知其中的四位 四位里面有三位 其实都是 有IgG是阳性 Igm是阴性 所以看起来他们比较像是 已经在国外已经感染很久再回来的 除了第一位 我记得昨天第一位部长有讲说他那个 CT值有从三十几降到二十几 然后 IgG就是抗体都是阴性 所以他那比较可能是新的感染 比较不太像是在飞机上面的一个 一个导致同一个飞机导致的有四个 四个的一个感染的部分 那有关 AZ的价格的部分 首先要澄清的就是说在 这一次来的这11.7万 他其实是原来我们人这个 一千万的订购的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价格跟原来那一千万 其实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说 有所谓的谣言是因为被某个国家 推货之后才过来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额外的一个价格 只要做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这个部分的确是有跟这个 AZ的公司 他们很早以前 就已经订了这个有关价格的部分 通常公司都不太 大多数的公司都不太愿意去公布 所以你可以看欧盟对外公布的 好像他有对价格那边有把它 盖起来 对 所以 这个不是说只有我们对对这个价格不公布 好 没问题 想跟庄副确认一下 因为今天有跟部长问到说 这个台博炮炮是会怎么进行 然后他说是会朝不用居家检疫的方式进行 那想问这个不用居家检疫是连国人去 帛流返台之后都不用在另外隔离吗 目前 但是 主要是考虑的因素 如果说都还要在隔离的话 当然就是要居家检疫的话 当然就是会 大家的玩玩 游玩的性质 当然会降低 那再加上目前 台湾跟帛流都是 都没有疫情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 再加上在帛流当地的检验 也都是由我国的新光医院区那边去设置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大家如果能够谈 就是能够 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信任彼此的这个 疫情的资讯的话 公开 公开疫情的资讯 那这些部分都可以谈往这个 尽量不做居家检疫有任何措施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裁检的一些规范 那这个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双方都谈了 谈妥才有可能跟对外 跟这个在国内做进一步的公布 附座好 想请教一下 今天新增这个个案 他在海外其实已经四次裁检都是阴性 第五次回国才是变成阳性 那看起来他的CT值很高 Igm也是阴性的 不晓得他从国外返台之后确诊的条件是什么 另外就是想另外请教 是不是返台确诊者可以 提早解隔离的条件有哪些呢 谢谢 他回台湾在验 就是因为他自备去裁检 自备裁检之后 他验出来是阳性 那他的CT值34 其实这样我们就就把他 还是把他确诊 经过我们专家会议 我们还是会针对 主要就是国外如果已经 确诊 然后也经PCR检测两次以上的阴性 结果入境 那其实我们会尽量鼓励就不要 再检验但是如果不幸就是又在验又验出阳性的话 那我们还是会列为国内的确诊个案 那还是要送到医院去隔离 那他的密切接触者 还是会先采居家隔离的方式来来做进行 不过就是我们后续上次有跟各位讲说 我们会去针对 这个 这个个案的感染情跟传染力的部分来评估 来看是不是可以 这个让他可以提早这个 解隔离 所以我们大概有有几下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要个案没有症状 第二个就是 他的抗体必须要阳性 第三个就是说 他这个第一次裁检的结果 必须要就是说 可能就像刚刚讲的 星期只是大概三十四以上 然后另外他再一次追踪结果 如果是阴性或是大于等于三十四的话 那也许这样就可以认定说他 就是没有传染力 那就他这个就可以解除隔离 他密切接触者也可以同时解除这个居家隔离 那这个个案就是 为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这个部分 有关这个新的 新的这个 标准的部分 目前就是刚开完会 所以这个还在签合当中 不过像 像 但是至少就是他的这个接触者 不过因为这个个案没有接触者 那接触者上次我们其实已经对外讲 如果说他符合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条件 的话 那他就可以 他当他解除隔离的时候 那这个他的另外一个接触 他的其他接触者也可以居家 其他隔离也可以解除 请 双复想补充请教一下 您刚刚说这个还在签合 当中 一般来说他可能 要多少时间 最快什么时候他会实施 其实那个会议的会议记录其实都还在签合 当中 那另外除了会议记录要签合之外 那我们还要把这个相关SOP把它变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也还是要签合 因为总是要让这个过程 最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在网页上看到那个 那个就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表或一个图 一个flow chart 让大家知道说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可以怎么进行 需要一些时间 最快啊 这个没有办法说明 我们当然会希望越快越好 同仁同仁都很想把事情做得很快 但是事实上就是 要画 都要画得很仔细 谢谢 庄副好 两个问题想要请教 都是跟帛琉有关 那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解读说 目前帛琉泡泡 两国的旅客是朝完全不用居家 检疫的方向在讨论吗 第二个问题是 帛琉当地检疫都是台湾医院在当地负责 那假设开放旅游泡泡的话 粗估当地的检验量能是够的吗 谢谢 我们现在的确是朝两边都 希望都不要有居家检疫的方式来进行 那有关当地的检验量能的部分 他事实上还是需要有人 去做裁检跟检验 那这个部分 当然他有他的 他的一个限制 那 只是说在这个限制上面如何 就是说加上台湾的条件 然后再去跟 跟这个对方谈 是不是可以 可以获得充分的一个沟通 那 这就看说 就说在台湾去当然也会做 裁检 那就是看说那他要不要信任我们这边的 裁检的一个结果 好 请 专服您好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这个针对我们国内两家疫苗厂 请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们的预采购的协议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签约 谢谢 预采购的部分 我知道 一直在筹备当中 那是详细的状况 我无法回答 对 我们有一直在 积极的在进行 中复您好 民事两个问题请教 昨天这个针对帛琉泡泡 进行的这个次长级会议 最后有达成几个初步的 共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些初步的共识 然后跟帛琉方是要确认哪一些部分 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 今天有教 这个我们民众几个这个 缺水 因为缺水的关系 教大家几个落实手部 卫生 留意除水方式 这个部分CDC 这边或指挥中心这边是不是有个目标 说台湾可以省下多少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谢谢 我们做这样的 并不是说为了要省水 他其实在教大家说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这个 首部卫生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并没有做这样的预期 那至于说 昨天 我们三个部会开会的结果的部分 事实上昨天 陈部指挥官可以讲的都讲了 他就是说 针对细节部分 因为一些比较 属于 各个部会 他们 必须要去 去再做一些细节的确认 那另外还要再去跟这个帛琉这边 还要再去做 做讨论之后才有办法 跟各位来宣布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确是 很多的部分都还在做最后的确认当中 因为没有办法来 现在来说明 好 那他没问题 好 请 那个 所以想请问一下那个帛琉 所以 这边 我们这边已经倾向于不想 不需要居家 检疫 那是不是帛琉方对于我们的检验还有检疫 他们是 需要检疫吗 他们的对方的提出的需求是怎么样能不能稍微说明一下 对方的部分这个可能大概是要有 外交部跟对方去洽谈 目前就是还没有洽谈 所以 我只能告诉你 他们目前的状况就是 去了之后 所有的国家都要14天的到某个场所 做 指定的场所做居家 检疫 然后这个 裁剪阴性之后 还要做7天的居家隔离 那台湾是有放宽到 只要到 指定场所做5天的居家 居家检疫 对 那这个 这个是目前的状况 所以所以未来就是希望去 朝这个都都希望都不做这个居家检疫的情况 去做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去谈的一个结果 伏流如果假设成型的话 我们有预计下一个地点是 哪一个国家吗 有没有这样的初步规划 目前 应该是说 只有先针对帛琉这个部分在 再做进行 那昨天 我记得指挥官有提到越南 应该是指说在 新南向的国家里面 他是说其他可能都没有什么 旅游景点 那可能只有越南这边 他又符合这个疫情 还有 有旅游的部分 是这样说 但是应该还越南也还没谈 对 好 还没问题 好 如果没有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记者会 谢谢 谢谢 謝謝